还是这张图 我们大的不变 小的变 这张图啊 是这个基础图 我们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 可能不太明白 一画图 一下观感 就明白了 就好记了 我们前面是 两两一盒 这么算的 那么把这个甲乙丙丁呢 就是天干 全部挪到两边 就是这么一个顺序 我们说三盒 说完六盒 说三盒 那么三盒呢 就这两个三角形 角度位置 那相隔的比例 都是一样的 那申子臣呢 三盒水 那个银五须呢 就三盒火 这个简单 我们在前面说过 只是没有画图 像对应的西方的 十二星座 也能一一对应 射手 狮子 白羊 这个狮子 就是最高位 最阳光的地方 他的本宫位 就是十二 这个黄道十二宫 他如果没有动的话 不兜转星一的话 这个原始的位置 这个就是他 所在的 什么 星 这个宫 这个是他的宫 这个星座落入星宫 如果又有一个星 太阳星 因为十字座 这是最阳 最亮的 那么这个就是 最急望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说 先把这个三盒讲完 那么 这三个呢 和水这个位置代表 陈位是天秤 这是双子 深 水平 就是水 这个 他们叫 风系 实际上 就是中华的这个 水 那么他这个火呢 也是我们的火 这个里面 两个 还对应着 《黄帝内经》里面的 我们三言三扬 有一说 他这三个的主位 也凸显在这个地方 那么三阴呢 自然是水阴的 阳呢 就是火 一个是细 这是风系 这是 不要搞混 那么 《黄帝内经》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这一种理论呢 那也是书上本来面貌 非常需要参考 至于说 他的这个原理 为什么是这样 至少一水一火 阴阳 水火 我们知道是 这个太极点 当然还有别的说法 我们以后再设计 那么这个之后呢 换一种颜色 就是 自由丑 就三合金 然后 这个亥某位 三合木 这个三合木呢 反倒是西方的 这个星座学的水系 我们叫木 那么这个 它叫土系 我们叫金 三合金 你可以看到 它们是土火水风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叫地火水风 中间 再加一个空 就无极土了 那我们 和木火 金水 中间加一个空 就是土 说法不一样 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三合呢 具体的这个十二宫位啊 我们自己去查 这个十二星 生肖呢 是 基本上 是对应的 但是也有 相差 二十四节气呢 它的节气点 就是十二生肖 我们中西的这个 是一致的 但是 跟那个中国的节气 可能差 半个节气 但是也是一致 通常 为论 我们各个学生